台二線包山包海 第一天我們真的玩得很精彩 從淡水玩到了山枝 玩到了金山又到了萬里 過夜之後進入第二天 第二天要去哪裡呢 來看到電視牆 Wendy說要帶我去看 這厲害的地質教室 來到了基隆囉 基隆的地質景觀公園在哪裡呢 我要帶大家去跳島好不好 這裡的跳島 你們以為跳島只能去外島 跑出附近嗎 沒有 我們在基隆也可以跳島 我們跳去和平島 也算是一種就對了 對 其實和平島 它是離台灣本島最近的一座島嶼 只是因為有跨海大橋 所以大家都會忘記說 和平島真的是一個島 這樣就算跳島了 對 這樣就跳島 而且和平島的跨海大橋 是台灣第一座跨海大橋 所以我們開著車過去的時候 就想說我在走歷史 然後跳島跳過去了 所以很多人走過 卻不知道這一段歷史 對 那和平島 其實它是由三個島嶼所組成的 就之前它是統盤嶼 還有中山子嶼跟社寮島 那現在比較大範圍 我們在活動的地方 就是社寮島這個地方 然後為什麼說和平島這裡 它真的是地質公園呢 因為大家知道海會造成 很多很多的侵蝕啦 拍打啦 那它就會讓我們地質 有很多不一樣的變化 我們進入到和平島的 這個地質景觀公園 可以先去走一個環山步道 然後走到第一個 走到觀景台適當的位置的時候 可以遠眺激隆雨 再來第二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地質教室 除此之外呢 我們就說看看地質 怎麼能沒有碰到水呢 消暑一下 一定要帶小朋友去游泳 你看它這個游泳的景觀有多美 因為這裡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有圍出一個區域 就你要常用 你也可以稍微游出去 但如果你在這個區域裡面 你也可以就是直接 很安全的 對 直接很安全在這裡游 也不會受到太多浪的這個影響 然後這個地方 因為它水真的太藍了 所以他們叫做藍海泳池 本身名稱就很美 那藍海泳池裡面 你游一游真的有魚在旁邊陪你 太酷了 小朋友去的時候超開心 就在那裡 哇 下面也有魚 然後魚可能會碰到你一下 所以我覺得就是真的 跟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感覺 有些感動啊 你真的要親身 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到 你才知道台灣有多美麗 沒錯 那我們上完這個Windy的地質景觀 小教室之後 晒了一整天的太陽 一個上午的太陽 那要找一個地方 吃水冷氣吃個飯了 那你推薦我們去吃哪裡 我要推薦一間呢 非常有名的海鮮餐廳 而且這間海鮮餐廳東西非常的澎湃 重點是相當的評價 這間餐廳呢 它位在必殺魚港的旁邊 他們的招牌呢 是無毒的河豚料理 河豚 河豚可不是到處都吃得到的 而且真的要無毒又會處理 要好吃 沒錯 所以然後這邊我推薦大家 一定要吃的就是涼拌的河豚皮 啊 那個最脆了 真的 真的 而且真的是師傅要處理得好 而且要搭配它特調的醬汁跟一些香料 再加上這個小黃瓜切片去涼拌 尤其在這個夏天 你一開始就是第一道就直接吃了 你會覺得超涼爽超開胃的 而且它這樣的做法 其實算是自己的創意對不對 沒錯 它是自己特調的 沾芥末式而已 對 就一般沾 就是只是切好整理好 沒有它有特別用它獨特的醬汁去調配 它除了有這個涼拌河豚皮 另外它還有炸河豚 它炸 沒錯也是處理過 然後它切塊 然後油炸 看起來這個金黃色的 很像鹹酥雞有沒有 的確吃起來就是酥酥脆脆 帶一點鹹味 那裡面就是可以吃到那個河豚肉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還是會有多少帶骨 所以吃的時候還是要小心一點這樣子 然後另外他們還有其他海鮮 像是這個醃汁蝦 還有這個海膽 都是很新鮮 都是處理過 而且你還可以直接看到海膽直接吃 很特別 而且它真的不需要沾任何醬料 因為海鮮就是越新鮮 直接吃就可以了 好 所以早上逛一逛 中午吃飽喝足 台南線繼續走下去 就要問一下艾瑞克 已經來到了基隆 台南線附近還有哪些順遊景點嗎 有 因為剛吃海鮮嗎 繼續我們來看一些海鮮 哈哈哈哈 我剛吃了什麼 對 我們來到這個基隆 在2022年才暑假前 剛剛全新開幕 而且也是北北基這邊的 第一座的海洋體驗館 有 新年才開 你真的走進去你就會看到這個海底世界的奧妙 它是一個結合了海洋生態 以及科技發展的一個體驗館 它這個地方真的很厲害 因為它真的 它其實有分了大概四個大展區 但每個展區裡面都很有特色 而且有很多的亮點 包括其實我那時候一走進去 我覺得最讓我看 就是哇 怎麼說這種東西是 它有一個海底的實況轉播 海底 它有一個超大的 就是它有一個超大的屏幕 然後就是直接可以看到 海底現在正發生什麼事情 有什麼魚游過去 然後它像那個水竹缸 因為我們一般看到不是橫向的嗎 它是兩層樓高達7米 直立式的 壯觀 它是很高大概兩層樓 所以你會覺得說 哇塞 你整個就是自身海底世界 而且那個烘魚會貼在那個 那個透明玻璃上面 露出它的那個笑臉般的 那個很可愛 它跟你打招呼這樣子 然後這個地方 其實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科技感 我剛剛講 因為它是第一個 就是海洋生態 然後還有這個科技的發展 所以它用了很多AR VR 然後互動式的體驗 所以它門票300塊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些 比較特殊的VR體驗的話 就是要再加錢 但是還是非常的划算 那也有關海平台 你可以透過這個 在裡面吹冷器 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海景 然後裡面還有咖啡廳展演中心 然後包括這樣宜蘭 有一家很紅的咖啡廳 怎麼樣都訂不到那家 它現在在這裡 也可以吃得到喝得到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現在很值得趕快去看一下 光這個點就可以停很久了 我覺得可以停 大概三四個小時吧 走進去小朋友都玩瘋了 不行不行 我們今天行程很滿 這個就是每一個小時就好了 對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也是一定要去 就是八斗子車站 其實我們每次聊到台東 就會講說 那個多良車站 超漂亮的 其實在北台灣 基隆這邊有一個八斗子車站 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而且它是海 馬路 鐵軌 完全平行 超好拍的 對 然後你真的在那邊 你就會覺得 哇塞 台灣的這個車站 跟海景這樣子的層次 真的很美 因為剛剛的路線 從基隆一路晚到瑞芳 那我們就這個黃金三層 睡一晚吧 那問一下Kipoさん 我們剛剛住海景 就是第一天住海景 那第二天換個氛圍的話 推薦我們住哪裡呢 既然到三層嘛 我就會介紹這個森林系的民宿 在九份 三層民宿 其實我覺得這個可能 艾瑞哥會滿喜歡的 他這個2022年 夠新 2022年 但是他是用老房子去翻修 翻新的 這個民宿主人非常的用心 他光是你知道 裡面的那些房間的那個橙色 還有他的那個洞線 他都分開了 你看光是這個 你看這個浴缸有沒有 民宿裡面的廁所那麼美 很美 暗型浴缸 艾瑞哥 他很喜歡對不對 用心又有彈型 而且你知道嗎 這好像住在那種 宮崎駿那個神隱少女裡面的 那個房子裡面 然後非常夢幻 然後你看他乾脂分離 就算了 而且他裡面是老房子 外面是老房子 裡面基本上 他那個層次分明 而且他用的那種氛圍 你一進去 那個聞到那種 你知道嗎 他用的那種香氣 會讓人家安定 那他現在把他弄這個民宿 你看整個氛圍裡面不但層次分明 而且他那個感覺一進去很舒服以外 重點是他的早餐 他的早餐 很豐盛 他這個豐盛 這個其實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說這個民宿主人在用心良苦 他把一些什麼火腿這些早餐的一些備品都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他那個烤箱都用現代化的 然後你會覺得說又有現代化 又住在那個老房子裡面 那個氛圍自己在DIY做一下早餐 早餐自己來調 我覺得非常棒 所以這個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價錢其實 新的喔 用的晚上 哎呦喔 五千多塊 價格不算便宜喔 不便宜 但是我覺得喔 因為他真的很難訂 CP值又高 然後進去之後啊 你會覺得好像 彷彿回到50年前的氛圍 是 但是你用的是用現代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棒 裡面很現代化 但是又保有老房子的景致 提供給大家 只是第二天晚上住在山城之後 那第三天的行程繼續走下去 Kippo 第三天帶我們去哪裡 我要帶各位去台版的萬里長城 然後還有絕景的咖啡廳 跟360度的海景跟山景 台版萬里長城喝咖啡 到底在哪裡 休息一下